背包满了应该扔什么物资呢 吃鸡的背包空间是很有限的 有时候满了肯定要扔东西 好腾出空间减需要的物资 今天来聊聊背包满了最应该扔的三个物资 1.没用的配件 吃鸡里的配件数量是很多的 没把枪也都需要一定的配件 我们经常在没捡到枪的时候 都去捡一些可能需要的配件 以备捡到枪的时候能直接双上 这时候如果背包满了的话 就可以将暂时用不到的配件扔掉 以后有枪再捡就是了 2.低级药品 在前期不管什么药品都非常重要 因为这时候高级药品不多 没写了低级药品也能不剥写能量值 可是到了后期每名玩家的药品都很多 低级药品就可以扔了 像绷带耗时长加鞋少 饮料加能量值和信号值都不多 都留两到三个就行了 3.多余的子弹 有时候我们怕以后捡不到子弹 就会看见子弹就捡着 往往会捡个四五百发子弹 到了中后期这么多子弹根本用不完 所以这时候完全可以扔掉多余的子弹 带够用的就行了 小伙伴们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我们下期见